北約組織外交部長會二十九號是在 羅馬尼亞展開 北約指控俄國戰事受挫 因此把嚴冬作為武器之一 讓烏克蘭的民眾難以過冬 除了將繼續軍援烏克蘭之外 也要協助修復宮殿的設施 而烏克蘭也派出了調查人員 蒐集飛彈的碎片 作為俄國戰爭罪的證據 北約組織NATO二十九號在羅馬尼亞首都 布加勒斯特展開兩天的外長會議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表示 俄國在烏克蘭戰事受挫 因此把寒冬當成武器 讓烏克蘭民眾難以過冬 更持續加大攻擊 北約將持續援助烏克蘭 在烏克蘭要求北約提供更先進的防空系統下 北約組織成員多國認為重點必須放在打敗俄軍 除了繼續軍援烏克蘭提供無人機干擾設備外 也要協助修復烏克蘭的工業設施 並且保護人民免受飛彈襲擊 另外也提供其他燃料發電機 醫療用品等人道援助 同時也重申讓烏克蘭加入備約的承諾 而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表示 俄軍持續嘗試向斷內刺客地區哈爾科夫推進 加上天氣惡劣 烏東前線的戰事依然嚴峻 但烏克的調查部門也持續在哈爾科夫 搜集俄軍攻擊民間設施 住宅區等飛彈殘骸 作為調查俄軍犯下戰爭罪的相關證據 由於基礎設施遭到俄軍破壞 失去大部分的供電 又失之氏足開啟之際 烏克蘭球迷不想錯過比賽 有些人到餐廳一邊用餐 一邊以店家提供的店序看比賽 還有些人為了踢球 共同集資購買燈泡 懸掛在足球場邊 並且用汽車的電瓶接電供應照明 在寒冬中的戰火下 重溫短暫的足球時光 各位新聞 陳頌 秉儀